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立即登入sbs.com.au forward slash Cantonese 瀏覽最新的新聞資訊 早安 早安 全球市場都很觸目的美國意識結果 終於有結果了 最後就是減0.5厘 都算是起出望外 但在講這個息口決定之前 不如我們看看美國的市場 看到美國今早三大指數都是跌的 是啊 都是因為這個意識結果 其實你剛才說的起出望外 對我來說都是有點意外 其實臨開會前幾個星期 含含聲的市場很有憧憬 期待著會減0.5% 所以股市已經是連升7天 雖然標普有一天升1點 有一天升7點 但都是叫做升 那就是因為升得那麼高 亦都是如遠以上了 現在最後是減0.5% 開頭的市場反應都是好的 那道資是升過375點的 標普都升過55點 那但是最終呢 都是微跌 0.2%左右 兩大指數 立資是跌0.31%左右 那都不算太跌得多的 只不過呢 有人是趁好消息出貨 那就是減和青 就是剛才都說了 連升7天 那什麼好消息 其實都已經反映了市場上面了 結果出來 遠以上呢 都是要跌了一點點 那麼後市呢 其實就減0.5%呢 雖然行長鮑威爾在記者會說 我們不是因為經濟急速下滑而做減0.5%的大動作的 大家放心 那但是相信市場呢 都會拿回這個叫做緊急制這個事件出來啦 那究竟是不是聯儲局見到一些經濟情況 我們見不到 而是要按這個緊急制1-0.5呢 那會拿出來有一個炒作 那還有跟著就 到10月1號呢 就是美國新的財政年度了 就國會呢 就要通過一些開支法案的 就是在一個這麼政治敏感的時刻 就是今年大選年 現在會不會過得到呢 過不了呢 就可能政府又要曬緩大吉 就是停擺了 那這個消息 加上減0.5% 和最重要最重要都是一樣東西 股市已經是 就是創了歷史新高了 接近歷史新高的位置的時候 都很有可能被人借消息呢 他有一些炒作 出現一些先行獲利啦 你可以說就是 或者是先炒低了市先 然後再上來 但是整體情況呢 就是 既然聯儲局都開始膽識了 那對經濟呢 是絕對會有幫助的 消費者都會多了錢勢的了 所以就 又不是說 需要很悲觀的 不過呢 出現一些正常的調整呢 大家都要預期之內 從一個意識聲明裡出來先的啦 那就是 他們很有信心呢 現在的通脹呢 是回落回到2%這個目標水平裏面的 那再衡量呢 因為其實他一向都說的啦 除了通脹呢 還有一個就業情況的 那他們覺得 減0.5%之後呢 其實那個經濟情況的前景呢 其實都是有點不明朗的 那為了要補就業啦 那所以都是 既然通脹已經是 那麽有信心 可以回落回他的目標水平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現在呢 可以減多點息 去確保回那個就業呢 是可以是最理想的 那所以他們覺得 就業和通脹呢 從息口來說呢 就是一個打對頭走的 那如果你息口高的時候呢 對就業程度當然不好啦 那所以 就是他們覺得 現在兩個的風險呢 就是平衡的 那所以就減0.5%都沒有問題 那其實預計減少息之後呢 對市場有什麽的影響呢 那個影響其實會是好的 那因為 剛才說對消費者會好 可以很簡單的啦 就是 有些是很手緊的人呢 會用信用卡 洗錢的話呢 美國信用卡 現在都超過20厘的啦 那很正常的 因為這些叫做 沒有抵押貸款 unsecure credit 所以是相當相當高息的 那通常都是真的 很手緊是沒有辦法呢 就才去借這些 unsecure credit的錢 的 credit card 就是超過20厘 那它會跌下來呢 就是希望它會有機會 跌回不到20厘以下的 那麼大家 那些公樓人士 都會便宜了啦 但是因為呢 其實公樓呢 某程度都會跟著 同業測息的 那麼同業測息 也是看著聯儲局的 其實前一輪呢 一路減息 一路是升溫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銀行同業測息 都跌了下來 interbank rate跌了下來的 那麼現在大約是6點 平均來說6點3左右 那麼所以就有望 如果繼續減息呢 這個美國的貸款利率 都會向下調整的時候呢 那就是公樓人士 是多錢花了 多錢花呢 那你可以出去消費的 那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減息0.5呢 就是如果大家對經濟是 看得好的話呢 其實有機會 是會引發通脹 掉頭升的 那麼當然啦 以現在來說 其實因為數據 看到就業情況 開始都差了的 的確是 那麼那個零售銷售 剛剛前一天出啦 只是升0.1 不過比市場預期跌的 是好了 但是都是疲弱的 那只是減0.5 或者會不會那個 貸款利率下跌 令到公樓人士多花錢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剛才所說 因為 同業測息已經先下跌了下來的 那所以 的確減了0.5之後呢 那個同業測息 是不會跟足0.5這樣跌的 那所以你說 流土出來 給消費者 可以多些錢 錢勢的福度呢 亦都不是太多的 如果你有其他貸款呢 如果你有其他貸款呢 就都是 不用高不高的利息的呢 就等於多錢勢的啦 最不好的就是 有大夠錢的人啦 那麼減息的時候呢 就是 你的存款的利率 都會是向下調的啦 那麼呢 這樣東西 對投資市場呢 就有些問題的啦 那麼 這個股市為什麼會創新高呢 就是因為 預期會減息啦 那麼存款利率又會跌啦 這個 這個 債券的資息呢 也都會跌啦 那麼收息呢 就會 回報就會下跌的時候 我就會追一些高風險的資產啦 那麼所以那些Bitcoin啦 那些加密貨幣 之前已經跌過六萬元了 現在又回到六萬元 要找東西去買的時候 那麼股市又歷史新高 那麼股市歷史新高的時候呢 黃金啊 減息喔 那麼又去追黃金 那麼黃金又是升 那麼所以就是 如果是減得真的多的時候呢 也都某程度是會扭曲了 這個投資市場 這個傳統的智慧呢 就會完全打破了 風險為了 會增加了 你都擔心就是 會令到這個投資市場呢 就會是出現一個大一點的波動性 因為你減息是對股市是好的 不過呢 同一時間是經濟不好呢 才可以繼續減息的 那麼這裏呢 經濟不好也都可以被人出來 搶搶搶搶的股市啦 或者搶搶的投資市場 那麼那個波動性相信都會增加的 那麼現在看呢 美國那邊呢 是否會一直減息呢 都是 他出了一個點陣圖的 那麼呢 今年呢 就會是 去到4.4厘的 那麼這裏呢 又多1%的了 那麼 所以 2026年呢 都還會有0.5%減幅 因為是2.9厘的 那麼這些都是比6月份的時候呢 低了的 就是他們的預測 那整天都說他們只是預測來的 整天都改的 差不多每三個月改一次的 減息 反而值得提的呢 就是現在的利率期貨上面呢 2024年呢 就說 那是想著會 即是聯儲局的 中位數 就是4.4厘 那就是會是4.25到4.5這個水平的 但是呢 利率期貨呢 現在其實就是反映著呢 就去到這個 4到4.25的 那就是低造一格的 比聯儲局這個中位數 是減多一次息的 還有跟著下去呢 去到2025年計呢 可以是減到去2.75到3%的 比起聯儲局 講到3.4%呢 是遠遠低過這個水平的 未來呢 投資市場和聯儲局的溝通呢 就是大家要好好溝通的 因為現在呢 似乎投資市場反映的淡息幅度 是遠遠快過這個聯儲局的預測的 一是就是市場看錯 一是就是聯儲局看錯 那如果是市場看錯的話呢 投資市場的波動 就會因此而起的了 嗯 那最後都是問回 Briant 下個星期我們澳洲都意識了 那有沒有機會 好像美國這個意識的結果 那有些意外的事情發生呢 例如可能是會減息 都是真的沒什麼可能的 那因為我們的數據的確是 跟美國真是很不同 那唯一就是零售銷售 我們零售銷售 都是弱了很多的 基本上都幾差的 不算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但是就 我們的就業數據呢 今天就可以看看了 因為今天我們就會出就業數據的 那麼 失業率就會 預測就會維持 新增職位呢 就會是26萬4千個 就比上次 58萬2千個 是減少了一半的了 不過如果都還是有 20多萬這個增幅 在失業率4.2% 都是相當理想的一個水平 加上通脹 最主要的是 目前的通脹 就是之前都出了 通脹率就是 因為政府使得比較多 通脹都是下得很緩密 所以 都真的不足以令到我們澳洲去減息 最重要的 為什麽說 美國減我們不減呢 其實也可以看看 這個cash rate 就是呢 中央銀行的利率 美國減了下來 都整個5厘以上 我們呢 只是4.35的 現在我們有cash rate 所以我們一向都低過美國的 所以 不會是因為美國減了我們 就會馬上需要減息 相信我們央行 都會看回我們自己 澳洲的本土情況 去做回它的決定 如果本土情況呢 事實上就是 那麽快有減息的條件 明白 好啊 我們下個星期 大家看回結果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了 謝謝你 讚好、分享、留言 馬上緊貼SBS電台廣東話節目的Facebook專頁